进山了,我们开始进山 今天我们人多,一大帮 真没喝多,真有个样 像我们今天上山,比较挺遭罪的 因为刚下完雨,这两天天气都不好 现在山里的入水特别大 但是我们今天不是为了来采东西 我们是为了看山 看这个林班,这片山有多少棵树 大概能打多少塔 我们想包下来,留到秋后的时候自己打 这不省得给别人出去打手工了吗 这样还能多挣点 所以今天有时间,就来看一看 还没走到地方呢 看后面的小伙伴,那么多 我大哥已经把他的上树神器拿出来了 准备要摊爬大树,看看树上的塔 接得怎么样,能不能包 算了,看看有没有收益 现在已经穿了 已经穿完了,但是一定要注意安全 不会上树的千万不要去模仿 这属于是一个危险的动作 危险不要模仿 就是不会上树千万不要上,因为太危险了 这树得十多米高啊 一直要爬到这个树尖上 才能看到树上的塔怎么样 还能看看钻圈的松塔接得怎么样 看看啊,我亮哥是神速,看完一圈下来了 咋样啊 挺好 挺好呗它 是吗 屋太大的今天 一会再往上看看 好好瞅瞅 慢点啊 这种松塔啊,它就是生虫子了 就是它已经长不大了 就是没等到松塔熟的时候 它自己就会掉下来 所以这样松塔是坐不住的 所以我们上树主要就是看有没有重演 重演多不多 再一个松塔厚不厚 能坐住多少 到秋天收的时候 能坐住多少塔 所以主要是看这个 如果基本都是这样的话 就是,就属于没有杖算了 也不能去包这个山了 但是要是几率小的话还是可以的 像这个就不可以了啊 这都已经坐不住了 籽还没成,它就已经掉下来了 因为它这里边都是虫子 在这儿 屋太大了,看不清 慢点啊,一定要注意安全 因为今天雾大 在一个昨天下完雨 树它都有露水 所以那个比较滑 看这雾多大 现在就能感觉出来啊 所以这时候真瞅不出去 都容易蒙山这时候 因为雾太大了 我们已经看了上了好几棵树了 雨倒走 雨倒走走老长时间 雾太大了 开车 你得开一会儿才能到咱们那个街 可能下雨下的 到那边也是 到那边也是 是啊,都是 你这啥也整不来呀 真没说嘛,要是咱们干的话 你就挑厚的地方 先挑厚的地方 先可厚的干 我们下山了 陆续从山里出来了 今天属于白来一趟 等到晴天还得继续来看啊 因为今天雾太大了 看不出去 所以今天就当旅游了 晴天的时候我们还会再来 到时候 再给大家拍视频啊 看看这山号我们到底能不能保 好了朋友们 咱们再见 拜拜 回家了